大家好,欢迎来到Vizu,我是慕城 科技圈的春晚 凌晨已经过了 我想跟大家说一说我的一些感受 首先要讲的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mini 6终于发布了 mini 6我感觉让人很惊喜的一点就是 它给了A15 A15这一点就非常棒了 在性能上它可以说对于很多 真正的游戏重度发烧友来说 它是一个打游戏的手机的性能相比 对于手机来说要更大,更平稳 那么问题也来了 其实它这一代的售价是3799 售价是大涨 然后呢,但是有几个缺点是什么呢 第一,它边框比较宽 第二点呢,就是说它没有Face ID 那这个的话,未来一两年 苹果要去做一些AR、VR的东西的话 那这个就会失去一个 就是通往这个 现在特别烂的那个词叫元宇宙的一个入口 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说 就价格贵了 这个价格贵了怎么讲啊 3799如果你用教育优惠的话 大概是3399拿到手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值得的 但是你如果64G 3399 或者叫3799这个价格 3799 64G 如果你想上256 那就变成了4999 这个性价比就顿时就不行了 如果你想上一个蜂窝 64G的蜂窝版也要4999 所以这个价格在我看来也比较扎心 当然好在了它的前置摄像头有升级 那后置的这个主摄呢 在我看来也应该是11的这个级别吧 有闪光灯 但是没有那个雷达扫描的东西 所以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定位 相对于Air 4的一个缩小版 但是性能上面给了一个A15的芯片 所以mini呢 我觉得用教育优惠 或者到时候看一下拼多多 3399买个64G 我觉得还行 然后呢 就是我来讲一下这个Apple Watch 7 它的变得更轻薄 然后它的这个边框呢 这个弧度了 中框了会更圆滑 同时最大的一个升级就是 它其实整个表没有变大 跟曝光的方形的这个外观不同 它其实是屏占比较大了 屏幕更大了 而且还可以全键盘去回复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点是比较诱人的 苹果手表 尤其Apple Watch 7 你要靠这个来运动的话 它肯定是你 可以说是你最佳的助手了吧 在你的健康运动助手 但是买了表就运动了吗 就像我 我天天纠结着 表手环带了一堆 我运动了吗 我还是变胖了呀 所以真正运动的人 其实并不需要手表 你真正 你即便买了手表 它可能对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比如说让你把那个圈给跑满 但是你就能怎么怎么去运动吗 当然如果你想买一个苹果表或者想买一个智能手表 那我觉得这个苹果7这个表还是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值得的 就是因为它升级是很可观的边框边窄嘛 这个而且因为它可以全键盘输入 所以在这个实用性上也大大增加 那之前说的健康功能怎么样升级 其实并没有 我觉得跟6代的这个表 这个性能 就是这个性能上或者说是在 这个功能上的进步不大 但是在外观形态上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最后就是我们的主角 首先iPhone 13给我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在印象上面的点 第一点就是更良心了 或者说叫良心发现了 终于是全系列128G起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这种穷用式的 就是愿意买128 因为你有64128 那现在128G起 大家直接买最标准的低配版就可以 也可以满足 而且这个售价相对于去年的iPhone 12 在128G这个来看 还便宜了一些 在今年这么缺心 各种都涨价 通货膨胀来看 所以可以说它变良心了一点 或者叫良心发现了一点 那下面了我就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因为这个硬件上的变化太多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东西 我来对照就跟大家梳理 首先是外观上 那13系列相对于12系列来讲 这个7.4毫米的厚度 全面的都升级 就加厚为7.7毫米厚 那从这个重量上来看了 13 mini我这个是135克 它增加了6克变成了131克 那13呢就从164克变成了174克 增加了10克 那13 Pro呢是从189克增加到了204克 那13我觉得我这一代要买的应该就是13 Pro 因为13 Pro Max它从228克直接变成了238克 更靠近半斤机了 那这个重量的变化 主要是因为电池增大 因为13 mini它增加了6克 那电池就从2227增加到了2406 说它的续航增加了1.5个小时 是不是意味着13 mini终于可以随身带着用了 因为我12 mini我天天都需要给它打个调频 就给它叫空中加油 实在是续航很不够用很不够用很辣 那这个13呢就从电池容量从2815变成了3095 因为12的这个电池的话是 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续航还不错 那这个呢续航再提升2.5小时 变成3095的这个电池 其实13对于普通消费者 你对于相机没有那么多的要求的话 或者说性能又不是需要你5核GPU的话 我觉得完全就OK了 13是非常值得普通用户去购买的 那13 Pro的电池呢是一样的 跟13一样也是从上一代的2815升级到了3095 然后因为有高刷 所以它的续航就只提升了1.5个小时 所以13 Pro的续航在我看来也可以接受 那13 Pro Max的电池是从3687提升到4352号 提升了2.5小时 但是这个重量让我没办法接受它 那下面我来讲一下 它刚刚讲了它的这个工业设计上的一点 这个三维尺寸重量上的变化 那它的屏幕呢 13是做了全系的升级 它的从12的625尼特的全屏亮度 峰值1200升级到了这个全屏亮度是800尼特 当然峰值没变还是1200 那Pro系列呢是从原来的800尼特的全屏亮度 升级到了1000尼特的全屏亮度 当然峰值1200也没有变 那是这个Pro系呢最大的一个变化 是ProMotion自适应刷新率120 它可以在10赫值到120之间 这个无极的这个调变 在我看来这个苹果的我们说安卓哈这个LTPO 都出了一年多了或者怎么样了 但是它的调度 这个都挺拉垮的到现在来看 所以苹果推出了这个 我们有理由要求它 并且期待它这个自适应刷新做得非常好 那下面呢就是它的一个共通的部分了 比如说刘海缩减了20% 那最大的区别就是像现在的 比如说这个我12mini的刘海 那它现在呢是这个刘海占了大概二分之一还多 那在这个13mini上可能它的刘海 占这个上面就可能不到二分之一了 所以这个刘海是有一个 然后智能5G切换了 说的是要更智能一些 加入了更多的5G频段 而且国外版好像支持双eSIM 但是国内ESIM现在政策还不太行 那下面呢要讲它的一个硬件参数上 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上一代的这个12和12mini 它是4G运存 那到13和13mini升级到6G 而在Pro系列的和Max上面呢 就是它的6G运存 从上一代的6G运存升级到8G 哎 终于勉强追评安卓的 在运行类存上8G的一个入门的这个了 那充电功率了没有区别 其实充电功率 我希望苹果至少做到一小时充满了 不需要你这么快 充电没有改进没有进步 那在性能上呢还有一点就是显示苹果刀法精准 就是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那对于Pro和Pro Max的13上面就是啊五核你比四核多一核 所以这个刀法精准啦 因为苹果之前在MacBook啊 iMac上啊也都群动了这一点 就是啊这个是七核GPU 然后这个是八核 就故意让你形成一点差距感 这样的话 那这个13mini是四核GPU 这个就五核 是不是给了你更多的理由去买高配了 然后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一代在摄影在相机上的一个变化 那在上一代的这个上面呢 它的12哈 相比的话这个广角镜头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最大的就是那个原来在12max上才有的这个位移式的 就超级防抖的这个功能 下放到13全系了 13和13mini都有 这个对于我们喜欢拍视频 或者拿手机拍东西拍Vlog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 在防抖上 OK 然后呢它的这个 这个广角的这个尺寸哈 也从这个2.55分之一升起到1.87分之一 虽然跟这个安卓的旗舰的那个大底 甚至快接近英寸相比不太那个 但是它的这个进步的 对于它1200万像素来说 它的单像素的面积已经提高到1.7微米了 所以这个1.7微米这个数值还是比较 听起来还是比较领先的 那然后呢超广角了在13和13mini上没有什么变化 那主要的相机的进步是在Pro系列上 那Pro呢它的这个主摄呢 就从这个2.55分之一 但是那个是一个算法合成的 从物理上来讲这个1.9微米可以说是目前最大的 然后它的光圈也从上一代的F1.6提高到了1.5 这样的虚化就会更好 那超广角的也有进步 从上一代的1200万的F2.4升级到了这个F1.8的这个光圈 也就是光圈会更好 而且它还支持微距 2毫米的微距 这样的来说小米当年的那个微距 摄影这个是方向对了 所以到时候跟小米比一比这个微距到底哪家强 然后呢 我想讲的就是在iPhone 哪怕是12max上 这个超广角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它的成像素质噪点都比较感人 所以这一代在这块应该也进步 那还有一点就是上一代基本是2.5倍光编 那这一代的这个长焦升级到了3倍的光变 F2.8的光圈 光圈没办法 长焦光圈都不大 所以3倍的光变 在我看来它会更 怎么讲了 比2.5听着要舒服得多 好 那在相机上面了 这个Pro Max跟Pro是一样的 这个我要讲一下 上一代的Pro 12Pro跟12相比 其实它内部结构什么都一样 只是相机那儿多了一个 然后在我看来 12跟12Pro相比它几乎是同一款手机 那在这一代上不一样的就是13Pro和13Pro Max更像 而跟13不太像了 因为在高刷 在这个多了一个盒的GPU 然后呢相机上面又有全面的这个提升 我觉得对我而言我是更倾向于买13Pro的 那在这一代的这个相机上面 它是全系标配位移防抖的 而且夜间模式全镜头都有 而同样下放的还有4K60帧的杜比视界 这个对于视频爱好者来说就可以拿手机去拍出更宽广的动态范围 并且电影效果模式也都有 当然电影效果模式呢 这个就怎么讲呢 它类似于支持实时虚化和这个焦点转换 会带来更有电影意义的这个镜头感 但是它只能支持1080P30帧 这个即便是这个A15也不能做到 1080P60都不行 当然了这个ProRes这个编码了 只有Pro和Max才能4K30 而且你这个Pro和ProMax上面 你128G的只能拍1080P30 我不知道这个在硬件上有任何的限制没有 我觉得这就是刀法精准 刚刚让你一个5和跟4和 让你放弃13和mini去买Pro和Max 那现在用这个勒 让你不要买128 弃256 512 这个刀法精准 这点东西是让我觉得有点恶心的 但是整体来看 技术的下放对于苹果用户来说 尤其是想要换机的用户来说 它会觉得更良心 而且5999的这个价格其实是 全面冲击国产手机旗舰价格的一点 所以我预计苹果13可能会卖得更好 那到底怎么样了 就到时候我们买到手机 有没有什么槽点有没有坑了 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了 这个就是我关于这次发布会新品 握取iPad mini 6和13全系列的一个看法 觉得观点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转发评论 没关注的随便关注 我是沐晨 下期再见